上海外探历史建筑的一百年的变迁的油画展 那么这个展览就是要想传达什么信息呢 一个是传达对历史文化艺术的一个传播 审美很重要 它是上海外探 后来就变成了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我描绘了以这个贵丰银行为主体的这一条外探 我就是用当年三十年代的就是外探的模样 这张百年景源呢实际上是王老师的一个团队的带领项 我站在巴马达拿后来才知道这双楼我们叫杨子饭店 在前面呢我就看到了很古朴的很厚重的那种感觉 杨子大厦这个大楼那个落地窗和它的那个窗户则是对面现代的这个建筑 所以我就把这张画面就是设计了 对这个百年交响上海外探历史建筑的油画展 我的感想是生命力 马达拿在外探里面是做的建筑设计是占了大多数 其中有十栋到十一栋都是我们的作品 这个外探群是一个国际建筑群体 从1号到33号就在一起的时候 它令人很震撼 我们下线有十栋中VELT 所以我们下线有 drankki 我们下线有什么角落地其实是